好,各位旗友大家好,那这半旗是今天3月10号进行的第37届天元战八强赛 由黑方蒋祁润对战白方丁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那蒋祁润在这次的这个天元战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 在前两天分别战胜了柯杰和十月 实力非常的强劲 那我们来看这盘棋,他能不能过得了丁浩这一关 开始呢,黑棋二年轻,白棋三三,小木 丁浩选择这样一个布局,这个也是前段时间柯杰经常用到的一个布局 黑棋高挂,白棋拖退定势 黑棋这个拆过来啊,这个点比较的刁钻,又不像挂脚,又不像拆边了 白棋大飞,黑棋再拆回来 主要是为了这个左边啊,更为的稳固 白棋连脚 还是一个简单另行,这样三个脚在手 黑棋把最后一个脚一手 白棋挂脚,黑棋底下逼住 白棋拖了斑 右下脚也是一个定势的下法 那四个脚已经迅速定行了 那之后白棋夹击 从这个方向走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通过威胁黑棋底下要补齐 顺势就把右边 黑棋的潜力给他破坏掉 黑棋向不飞出 就看住底下这两颗子 白棋贴住之后 为了不让黑棋越走越厚 底下的控自然形成 所以说就不再继续往前推了 直接拆边 顺便夹攻黑棋 黑棋阵头 那接下来AI的这个思路呢 是比较大胆的 就是右边啊 即使黑棋有打入 那白棋还是应该先不管 可以选择拐头之后 先贴住这一下 保证自己以后可以飞出 然后呢 在黑棋底下的这个空 即将要形成的时候 白棋靠牙 让黑棋围的就非常重复 这个地方 以后脚上定型完 白棋为了防外面这个冲断 还可以先往底下断完之后 系掉两颗子进气 然后再往这个二路利 走一手 这样黑棋围的就并不大了 右边随便黑棋怎么来 白棋在接招 实战白棋拆回来了 这个棋非常的稳 黑棋上面拌完之后 跨断要求定型 白棋从这个地方打吃 那黑棋单退 这个地方打吃也有这样的变化 打吃的话呢 那白棋马上可以断打 挺投 然后把黑棋分开 黑棋小尖联络 白棋就这样贴住 这样的话呢 黑棋飞出 白棋冲完之后挖 把黑棋这个棋筋给吃掉 然后黑棋气掉之后 再往脚上这里先手便宜 这个形成一个 也是比较简明的一个定型 实战黑棋长的话 就是让白棋的这个断 现在不是非常的严厉 白棋提掉 这种棋防止黑棋上面 断打完之后滚包 也顺便从右边联络 这里白棋迅速安定了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个主战场肯定是在下方 实战黑棋的选择是扩张 就直接飞压过来 AI的这个建议呢 效率更高 是让黑棋碰完之后直接断 能吃掉这颗白子的话 那黑棋也不用这样去飞压扩张了 直接这个围的更大 因为白棋打吃也没用 这个穿不下来 力的话黑棋挡下去 外面这颗黑子白棋也打不死 出头的话黑棋就成 最多也就是黑棋左边这里 被碰伤一点 这里呢AI觉得就可以看清了 还是应该着重的发展下方 黑棋接下来可以靠完之后粘 这样去线手定型 再一飞 把这颗子给吃掉 这样黑棋的效率会显得更高一点 底下的棺子呢 也顺手给收掉了 实战黑棋飞压 白棋贴住 尖顶 这样的话黑棋挤完之后再立 虽然说走的也很厚 但是呢白棋左下角也就顺势补好了 之后白棋贴住 虽然说把黑棋走的越来越厚啊 但是白棋飞出之后啊 瞄着左边这个跨端 中间白棋是有机会走到的 这里掉一个 还是可以压缩黑棋的这个模样 接下来的话黑棋往左下角去碰啊 进一步的去搜刮白棋 那这里的定型白棋就要考虑往哪边搬的这个问题了 往二路搬的话呢 看上去募出便宜 但是被黑棋反搬下来 这个棋就联络有问题了 因为你要是断打黑棋长 你沾上不断的话 黑棋往下立 上面呢 黑棋要这个拐打冲断啊 你贴住也没用 贴住黑棋虎一个 底下 黑棋有一个一路小间 联络了这个手巾 那白棋要是吃底下这两颗子的话呢 上面飞出来的这颗子又会被黑棋给冲断 那白棋首尾难顾 所以说这个地方不要探知眼控 从而让黑棋断开啊 实战白棋往上面一搬立下去做活 那接下来的话 黑棋这手棋选择补了一手啊 这手补跟白棋刚才右边小飞回来这手补 都下得非常的稳 这个棋AI觉得呢 可以步 黑棋就把中间的这个头一针 这样的话底下这个大空啊 撤离围城 左边比较空虚 但是也不是很害怕白棋进来 白棋最为强势的这个手段 就可以先往路漏 那黑棋立下去组组 白棋如果说直接飞下来 分断黑棋的话呢 这个地方白棋要注意啊 这个气是非常紧的 这个黑棋搬下来之后 把白棋包进去形成对杀 白棋没有什么把握 这个跟黑棋左下角这块棋杀 气白棋是不太够的 那如果说白棋先做一个这个准备活动啊 比如说先往外跳一个 你要是盖头呢 白棋再飞下来 这个就厉害了 但是黑棋不会给你这个动手的机会了 你要是逃跑 做一下准备 那黑棋就联络 我先把左边这块棋给安定 放你白棋 跳出去 跳出去你还不活 那黑棋上面就可以这样大飞出头 这样的话呢 边上的这个空啊 黑棋稍微损了一点 但是底下这里全部围成空的话 这个收获是要远远超过左边的 所以说这个不仅是这个价值判断的问题 还涉及到一些计算在里面 实战黑棋求稳 坚定联络 那白棋就掉进来 而且白棋往天元放手起 这个棋也是同时瞄着右上角 这个断之后的影针 也是一子两用 不过很显然 这个AI是非常痴迷于底下这块空的 还是让黑棋去围 围手毕竟效率很高啊 全部变成实控了 白棋右上角就算断上去 阵子有力 那黑棋拐打可以分别安定 白棋要尝黑棋飞 虽然说你能冲一个跳一个 黑棋冲不断 但是黑棋呢 上面这三颗子可以看清啊 直接把这个中间给拽回来 小飞一个 顺便切断白棋中间这颗子 往右边的联络 白棋上面双一个黑棋跳出 仍然可以作活啊 你飞回家 黑棋也就把这个联络补补完整 所以说底下的这个空啊 现在是超过一切的这个价值 实战黑棋还是有点畏惧 这个断点啊 所以说先把上面这个棋给爬掉 作业 那白棋还是咔嚓一段 黑棋打吃之后 小尖 这样的话 白棋上面这颗子就跑不了了 但是这样补棋 就留下来一些比较差的味道 本来是一手棋可以打死 走着呢 我们接下来通过实战就能看出来 这手棋为什么效率不是很高 那首先白棋面临选择题啊 这个子怎么跑 长的话呢 不太能跑 因为黑棋向右边这个小尖啊 白棋要沾 黑棋在飞风 就能把你给封进去了 所以说白棋跑的话 是把这个头歪到外面去 这样黑棋不容易封锁 之后黑棋右边小尖 这个是先手 上面贴住 白棋长一个 然后黑棋直接往这儿 这个包围 这个棋当然是包不住的了 但是看白棋愿不愿意跑 AI的这个初心啊 始终不变 认为黑棋呢 应该车控为底下 同样的对于白棋来讲 那敌制要点及我制要点 底下黑棋不走 那就变成白棋非常紧迫的 要去掏空的一个地方 AI的建议是白棋往下大跳 上面这三颗子啊 刚才就当做是闹着玩的 黑棋要去吃 那白棋刺一下 稍微有点借用 继续往底下钻 只要把这个底下的大空 给他打掉 那这个右上 吃几颗杆子就给你了 这个 白棋是可以满意的 而且底下黑棋还得继续补啊 实战双方都没有意识到 这个底下的价值更大 白棋也是拐头 靠出来 黑棋搬 白棋长 黑棋联络 这样的话 黑棋是想通过 弃掉右上角 然后去威胁白棋 天元的这颗子 从而想要这个地方迅速成空 那白棋呢 也是非常的灵活啊 这个地方 如果说这样硬跑的话呢 也有可能越走越重 而且还活不掉 白棋接下来 左边这个靠压 就是为了借力打力 那很显然 你要是这个半闹长 你也不断 我就直接跳回家了 所以说 这个地方黑棋要想一些 比较这个 强硬的招法 那右上角这个地方 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吧 再回到刚才的那个话题 为什么 说刚才黑棋往四路小间补棋 会留下来比较差的味道 因为这个地方挖 白棋就不是很怕 挖的话呢 白棋可以先往上爬一个 那黑棋必须得 搬下来 然后白棋再打吃 这个里面暂时没有什么棋 因为黑棋如果说 从这儿打的话 白棋就可以粘上这个棋筋了 上面这个爬 就可以看出效果 因为黑棋的气井 你刚才是小肩补的 这个地方已经一口气 被打吃了 你只有站 那白棋再站上 这个地方可以全部连回家 所以说刚才黑棋的这个小肩 也就是让白棋 留了这个爬的景气 描手 以缓解 外围的这个压力 当然了 黑棋除了上面这个打的手段 有这个断的变化 断完之后白棋 那你要是直接提就被黑棋给打吃 接不归了 联络了 白棋要从这儿打 从这儿打的话 黑棋可以直接收气 反打 白棋提掉 黑棋再打吃 反正就跟你拼这个劫 你打得过 那黑棋其他地方获利 打不过的话 只有站 黑棋可以跳加出来 虽然说加不死白棋 因为白棋可以断打 那至少黑棋可以通过这个打吃滚包 把右上角这一些子全部给拉出来 然后跟底下联络 这样白棋中间还不活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反正有一个定时炸弹在这儿 这个就看黑棋什么时候去引爆 这里的这个棋了 那实战呢 黑棋还是在中间 这里去大跳分段 要大吃白棋 白棋左边搬一个 靠一个 黑棋搬 然后白棋这个地方搜刮完毕 再从右边这里渗透进来 冲断 紧气 黑棋长 白棋穿向眼 然后黑棋再补一手 右边搞一搞 再回到左边 其实这个地方白棋的手段还是挺多的 这个子不是说你黑棋包围 我就会死在这个里面 白棋还可以断 这个扭断也是比较严厉的 断完之后 黑棋呢 也不能随便打 这个打都是没有什么前途的 你只能这样打去沾上 白棋抱吃 你就把这个白棋左边的联络 给他打断掉 那这个棋呢 就说不清楚了 这个中间能不能杀是个问题 但是至少黑棋 有一个便宜 就是左上角这手挤啊 会让白棋比较难受 你要是沾的话 那以后这个直接就能封锁了 而且就算让白棋再走一手 这个一手其他连不回去 你要是想方便联络的话 那就虎在外面 虎在外面照顾到中间 但是脚上这里的关子是亏的 因为黑棋以后有这个断 断完之后立 立掉之后以后 这个像这个左边的立都是先手 这个关子就又便宜 所以说不管中间能不能杀 至少黑棋的关子 是可以捞回来一截的 白棋也就没有选择这个扭断了 实战白棋夹一个 这个还是打算弃掉 而且接下来 这个黑棋没有走出最好的这个招法 其实一直下到这儿 这个局势胜率 起起起伏伏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 基本上都维持在这个军事的局面 所以说这个蒋奇润 最近的这个尽头 确实是非常的足 连续这个战胜 非常强大的对手 然后这盘棋跟丁浩 一直下到这里 也完全不落下风 那这个棋 黑棋最好的下法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顶 顶的话白棋没有选择 只有去沾 还有各种锻炼 黑棋再虎一个 现在呢 黑棋就最重要的 就把中间这颗子给吃掉 然后白棋联络 黑棋左边再拐头 这个没什么损失 边上也围住了 中间也吃住了 这个棋 黑棋甚至于可以达到60多胜率 还是小优 那这个棋肯定不肯就虎在这儿 虎在这儿吃就比较委屈了 因为让白棋打吃的话 先手把外面的断全部补好 这样的话 白棋可以冲下来了 黑棋立的话 白棋再冲 这样边上就算黑棋活 白棋还有一通搜刮 这个地方边控也被打穿了 左上角三颗子还得继续出头 这样黑棋肯定明显不如刚才好 实战 黑棋打吃在外面 这个判断失误了 白棋就看清左边 直接顶住 联络 黑棋断 那中间这个控黑棋就漏掉了 这个棋 瞬间白棋的胜率就有七八十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完全就是判断的问题 白棋右边冲 断 黑棋直接这个拐头也不好 这个地方应该先冲一下再拐打 白棋站的话 黑棋再打 虽然说以后有这个断打 但这个吃的就比较小一点 白棋还是会优先从中间这里掏空 实战 黑棋直接去拐打的话 被白棋这样打持 再断打先手 再一沾直接围到四路去了 这个黑棋又亏了一点 主要黑棋右边亏是想抢先手 把中间这个缺口给包扎住 实战 黑棋飞一个 白棋坚顶联络 黑棋长 然后白棋继续搞事情 上面这颗子还要再长出去 其实白棋这个地方 也就是为了这个 镇的一系列的先手 把中间的联络全部给补好 黑棋沾白棋断 然后黑棋比顶 因为马上白棋上面要跳回家 这个也是分段 把白棋捂在这个里面 白棋拐吃 接下来的话 这个棋黑棋也是又判断失误 其实现在来看 中间吃这三颗杆子 其实并不大了 这个目前来说 上边这里的价值要超过中间 所以说黑棋应该先往脚上挤一下 中间这里交换一下 然后赶快往上面顶住 就如果说白棋要是这样去走的话 只要让黑棋把这个 地方先手包扎 白棋联络没有 那黑棋再往中间去 这个承的话 白棋三颗子 这个死的就有点大了 因为周围的这个控全都是黑棋的 白棋要想慢慢的去破中间的这个空的话 拿白棋要挺头 这样的话 黑棋就顺着白棋的这个棋贴上来 白棋搬 黑棋也搬 那这样的话 黑棋就可以顺势把这个边控给围住 上面这里围住的这个木树还是挺多的 所以说这个棋 黑棋应该不去在中间动手 但是时刻威胁白棋中间这三颗子 以及周围这些虚控 黑棋应该先去左上挤完之后 然后再碰 这个是黑棋真胜负的一个地方 但实战呢 黑棋就处理的太过于简单了 就尝一个 尝一个吃这三颗子的话 那白棋沾先手 你这个棋还得再补一手 这就变成几颗杆子了 白棋中间先手联络 然后再往上面一跳 把这个边框一破 这个棋白棋优势明显 也就是这个短短的 这么多手棋的一个交锋 那瞬间就从一个军事的局面 变成白棋优势 接下来黑棋开始引爆 这个右上角的手段了 这个也没办法 这边是胜负手 断开 刚才我们讲过 白棋打吃 黑棋做这个节 白棋提掉 黑棋左上角挤一下 再提 白棋不管怎么说 先提啊 找本身节 黑棋追着打吃 白棋再提节 黑棋右下这里送一个提节 白棋下边 扳 这个棋马上要 打吃把这里全部 爆死 所以说黑棋要这个 补给手 白棋提节 黑棋右下再送 再提 白棋节才多呢 反正底下也有节 左边有节才 冲一个提节 黑棋脚上打吃 再提 白棋再往中间去翻打 黑棋提掉 白棋再提节 之后黑棋左上挖 这个其实也比较损了 但是没有办法 这个 稍微损一点 那为了打赢这个节 白棋打吃度过 黑棋再提节 白棋中间冲一下 再提 黑棋左下冲 然后白棋下手棋下的非常细腻啊 这个棋是先在中间断打 这个棋下的非常的好 因为首先呢 这个黑棋也不可能去冲底下 冲底下白棋中间一场就全部连回去了 或者提掉 而且右上黑棋被这样消节的话 损失太大 所以说黑棋要沾 沾完之后白棋再联络 这手断打也是非常关键啊 马上我们就能看出来 之后黑棋左下拐头 白棋回一个不断 这个右上的节先放在这不打了 先把底下定型 黑棋断打 然后白棋反打 反打也是正确的啊 这个棋如果说沾的话 这个关子不便宜 看上去黑棋立下去 白棋坚顶吃的比较多 但是左边这个挡住 又成为了先手啊 包括以后的这个一路斑 这个关子反而不划算 所以说白棋直接反打度过 然后左边冲一下 在一起防止黑棋这个扳下来 黑棋站上 白棋挡住 这样的话白棋左下脚活掉 关子也全部定型 之后黑棋往左上去二路扳站 这样呢 这个白棋就把这个提掉啊 这个也很大 不提的话 黑棋站以后白棋脚上还得再补 然后的话 黑棋就回到右边去贴住了 这个棋就不打了 因为这个主要就是因为 你要再提棋 白棋站 中间这个断打的妙处 就已经看出来了 有了这个断打 黑棋再加持没用了 加持白棋就连回去 打持 黑棋反打 白棋提 你是来不及滚包的 因为自己已经被打持了 所以说丁浩 在这些地方啊 判断的真的是非常的精准 没有给黑棋任何喘息的机会 也没有留下来任何可以翻盘的希望 那接下来黑棋又正常收官 贴住 提掉 白棋站 黑棋再往上面去一路搬啊 这个棋白棋得补 你要是走其他地方 被黑棋搬下来 这个不得了了 以后要有个铺结了 那这样黑棋 可能里面死棋都要起死回生 所以说白棋补一手 黑棋上面 这个二路潜水艇 捞空啊 白棋靠压 黑棋 长一个白棋在沾 其实这个地方也有一些扣细节的地方 就是如果说黑棋搬上来的话 看上去目出更大啊 但是白棋拐头是个先手 因为你上面不补的话 有一个这个二路透点啊 这个沾 这个要杀棋 黑棋的棋还比较少 所以说你还得 这样的话就让白棋先手 把上面的这个空给包扎好 所以说黑棋 里面自己稍微少微一点啊 要单退 单退的话 白棋上面这里还露着风 这个是一个棺子的一个细节 然后白棋往中间贴住 粘啊 这个马上有挖端 黑棋补一手 白棋也把这个给补好 黑棋跳架 吃四颗子 白棋底下一路搬粘 先手棺子 上面拐头 接下来黑棋跳了一个 白棋脚上打持 左边再断啊 这个地方真的是 丁浩像刚才中间的这个断打 包括左边这个二路断 走得都非常的好 就非常的细啊 这个棋走的 马上我们就能看出来 这个断是什么意思 先看实战 白棋上面跳掏空啊 黑棋中间顶住 上面刺一下 白棋肩顶 黑棋打持 联络 白棋再往上面去断 这个其实黑棋直接往路打 为什么要往路打呢 因为差不多 你要是先打这个 然后再收中间的这个空的话 白棋上面冲 你还是得打 早晚内部 这个一路搬 对吧 你要团住 这个白棋还可以再把这个关子给收掉 所以说实战黑棋就直接打了 直接打白棋长一个 中间要这个挖进去收空 黑棋站 白棋上面挤一下 沾上逆收 然后黑棋底下这个断 断完周立啊 这个地方没有棋 但是为了造成白棋这个收棋吃 稍微便宜一点啊 然后白棋这个补棋不是去收棋了 这个不用着急收 直接团在右边去收空 因为这个地方气是够的 黑棋如果收棋 白棋底下再收 你再收 我再收 这样就可以看出来 黑棋就算先往中间冲一下白棋山 这个左边啊 因为白棋已经提前往路断了 所以说造成黑棋就不入气 你要提掉的话 那我就把底下这个提掉 什么棋都没有 刚好快一步 把这里全部连通 所以说这个断也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一手 定号这个收棋 收的也是非常细腻 那这里之后黑棋往上冲 打吃 白棋右上扑 这个以后脚上还有一个扑 基本上就是白棋的一个无忧解 实战的白棋先把这个上面这个一路斑给走掉 左边这个一路斑 后手两木棋 黑棋上面打吃 左下角小尖 右下扳瞻 白棋左边再打黑棋提 提掉的话呢 这个气送出来了 白棋要收起了 黑棋打吃 粘上 白棋上面顶住 然后基本上就是这种一木棋的关子 右边打吃一木 上面再把这木棋撑出来 黑棋提截 然后白棋再往右上去立啊 这个棋反正这个截肯定黑棋也就 最终就把这个截给沾上了 沾上的话其实就想拼右上嘛 如果说白棋 扑进来打截的话 黑棋就再顽强的拼一拼 但是这个棋白棋已经判断清楚 所以说也不去扑截了 这个当黑棋上面打的时候 白棋还是不扑 直接就把这个扑截的地方给他灭掉 这个最终把最后一个关子全部给收完 这盘棋最终的一个结果是 白棋赢了一又四分之一子 主要是最后这个扑截像这种地方也退让了 不然的话赢的会更多一点 那这盘棋呢也是相当精彩 可以说一直下到中间都非常的胶着 讲其论在前半盘下的也是非常的好 但是丁浩后半盘开始逐渐的发力啊 特别是在中间这一系列的转换 确实让黑棋产生了一些错觉啊 认为左边更大 其实中间被白棋穿掉 右下这里在一通搜刮之后啊 黑棋的这个潜力 这个被破掉 肯定是亏了 这里亏掉之后呢 黑棋最后一个机会 其实就在上边这里 碰一下去唯控 从而威胁白棋的这个中间 白棋中间要是连回呢 黑棋上面就围住 这个是黑棋的一个机会 如果上面能全部围成的话 这个棋就更细了 黑棋大概有个十几 将近二十的胜率 但实战黑棋也没有把握住 然后就最后发动右上角的这个棋 但是这个棋的话 黑棋也比较勉强 而且白棋下的可以说是滴水不漏 包括刚才我们讲的中间的这个断打 以及收关左边这里的二路段 都是非常的惊艳 好 那剃盘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